這個是胖化領導長 胖化領導長也是跟我們 我們那個誰 我們 信義的那個三聖一樣 他來台灣之後 他也是被他的家屬說都很不孝順 因為他渡了那個比甘大仙啊 他總共兼多少土地的啊 兼了十幾家土地五十兩黃金 渡了比甘大仙 結果他被他家人 怕我不孝順 因為他來台灣開荒之後 跟師父老大人說我要我要回去 我要告老還鄉了 我們一天再見 他從台灣回去被槍斃 後來他的弟弟娘 罵他不孝順的弟弟娘 他說我哥哥有智慧 他說共產黨下來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衝動 我哥哥竟然會把所有的家 很多的錢很多東西先進在倒產 供得無量 後來講這個是高兵才高錢人 因為後學是因為在高錢人那邊 上課之後 上課之後 然後才 上完課之後開始吃素 然後求到清口 或許很感恩